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美 她是一位修真界的女魔头 小美有着黑暗的过去 曾经对自己的亲弟弟景成进行了残酷的训练 为了让她觉醒修真之力 然而 景成不肯接受她的帮助 不信任她 后来 当景成遭受了反噬之时 小美依然将自己的灵根传给了景成 献出了自己的修真之力 然而 景成一直无法原谅她 认为她还杀害了月灵 事实上 小美之所以杀掉月灵 是因为月灵嫉妒她 总是比较自己和小美 最后 小美陷入了无尽暗冤的危险中 但她最终成功逃脱 并以此战成魔 小美的过去经历充满了痛苦和牺牲 然而 她坚持自己的信念 无悔地为了眼前的一切 这就是小美的故事 她身穿黑袍 黑暗之力环绕 成为了修真界的女魔头 她的命运注定了与正道为敌 甚至真神都对她心存顾虑 小美 坠入魔道的女子 她将继续展开属于自己的冒险 成为更强大的魔头 直到天道大成